大家好 歡迎收看《即市攻略》 我是李慧儀 這環子嘉賓有Anno Anno 你好 Thank you 提醒大家 如果大家有股票審問專家意見的話 可以打你204-6566 或者可以E-mail到ask-bh-channel.com 亦可以WhatsApp去到9157-1428 我們YouTube、Facebook上的直播 大家可以留言Like和Share 我們盡快回答你問題 跟大家看看股仔新走勢 恆子最新報23,221點 跌253點 國企指數最新報8,221點 跌127點 大市成交暫時有888億 Anno看到市又繼續跌 剛剛恆子在23,220這個位置增持著 跌就跌一些科網股 今天升值匯控 若明生物 因為事源沒有被列入美國的實體清單 彈了一點都撐不到市場了 看市場 不如看一些個股 一動不一靜 不要搞那麼多 個股有什麼好看? 其實你那個市場 那個市場我都覺得沒有什麼 若明你看完之後 會收出 會不會代表你要去買不買 你要下注 現在說今天就算能夠逆市升上來 那些東西都是非常勝負 如果你這麼厲害 你可以猜到昨天英良銀行價值 買了匯控 你覺得沒有話好說 但如果你是拿了很久的 匯控升上來又怎樣呢? 沒有什麼可以做 問題就是 你最多都是面對著 可以跌得很急的股份 你肯不肯去止蝕 你肯止蝕的話的時候 沒有煩惱的 至少就算沒有眼看 所以你現在的市場 我覺得是否一動不如一靜 是的 但多不代表你完全什麼都不需要了 騰訊那些穿了位 440元都穿過 你都不走 然後落到420多元那些低位 問我怎麼辦? 真的不知道怎麼夠你的 所以你說一動不如一靜 只不過是你拿著一些比較強勢的股份 你才可以這麼說 如果你拿著恆子上面 你沒有一動不如一靜 你拿著恆子 你又預料了 每跌下去的時候 你又要不斷地扣貨 用一個本多中性的方法去贏 但是這個心理質素 大家是不是要這麼做 或者有多少人採取這個狀況 NPF 你是可以這麼做的 只要你不是說明年就退休 你可以繼續這麼做 你不會改那個NPF策略 但是普遍炒股票上面有多少會怎麼行刺 你買期貨的話又不可以這樣去做 所以實際上來說 就是在這個市場上 暫時來說沒有什麼可以做的 短線來說就是做風險管理 想想自己拿著什麼 是不是特別弱勢的股份 譬如你拿2269 今天彈上來 你又要想想是不是要繼續拿下去 其實生物科技股 好像Kelvin那樣說 一百零也跌很多 一百零也是 二十六九是今天分化 那它可以之後才跌 一兩天分化我們經常都看到 這個問題是你有什麼信心 為什麼要加二十六九都拿下去 我覺得這一刻你買股票 其實都不是今天才說的 在市況在沉底這段時間 你拿股票本身要有個feel 就不是我叫你拿幾線紫線 這樣去做 如果你完全沒有feel 不知道怎樣 那就走到一旁 讓它試冷靜點 吃一下花生好過 那就不要做那麼多事情 不是一動不如一靜 甚至是拿多些現金 保持實力先 等整個市況真是大洗牌 可能大跌 可能大升 沒有所謂的 總之你拿現金都不關你 你看得開 這樣就可以了 但如果這個心態上面 純粹在市場下跌了很多 賺錢 你不會這樣去做的 如果你這樣做 就是你拿了很多cash 就是分很多階段的收集行指 純粹行指 因為做了分散風險 但是行指公司本身的指數結構上面 都不是一些特別好的事情 你看看它這次新執的四隻藍酒 整體表現完全 你不會受 你不會開心 所以問題就是這樣 我覺得這一刻你做 首先可能大家的問題就是 究竟為什麼要拿著手頭上的股份 至於269那些 沒錯 它這次在制裁名單裡面沒有 但其實事件上面也有一個風險 就是說這次沒有 不代表之後完全沒有事 況且這些高估值股份 雙來都在找一個reason 撒下去 它又彈到上十天才 可能完成技術反彈 接著又向下寵 只不過沒有跌得這麼急的意思 所以短線來說 我覺得若明心物理都看來以往沒有推介 我們都不會特別建議大家去買 最多你都是可能駁一百元樓上 當貪心你去駁 那指示一早就打完 我本身不主張買這些股份 高估值股份本身都有戒心的 現在跌下來的時候 那就理所當然了 所以你說其實現在短線炒股票 難度性一定是十分之高 就算很強勢的那些 譬如今年都當炒那些柏能那些 這兩天都回到很多 比較強勢的2382 我覺得今天到250元這些位置 之前我們都說可以炒這些 吃虎了我覺得你不可能250元還買 駁他什麼駁他破259元 駁他市財含52週生第一週 你駁他逆市做好 有些股份是可以有做到的 但是你想想的可能性 看信譽光學的機會性不大 所以不可能這樣駁 所以其實這些市況上 我也覺得真的沒有什麼可以做 短線來說分清楚自己拿了些股份 究竟發生什麼事 絕大部分判斷都在說 都是意見意義就位置 我覺得仓要整理 整天都要整理 但是去到這一刻仓 你說如果去到沒有眼睛 多數我都告訴你 仓都代表仍然要整理 其實市場真的挺差的 老實說 2021年都去到尾聲 都差10多個加日 很不開心 現在整個2021年港股 你只是年尾不開心也算 你如果整個2021年港股 都是全球股市最弱的地方上面 會不會突然間 2021年是全球股市最弱 2022年是全球股市最好 這個可能性是十分之微的 所以你暫時來說 如果你純粹抱著 以不變應萬變的狀況 應對著 還是拿著 你覺得沒有眼看的港股 多數是2022年 你只會更加失望 所以暫時來說 我覺得你撿到的倉 都不算輸得太離譜 純粹因為說 不是因為輸得多錢而心灰意辣 OK 你都還可以以不變 以不變應萬變 但如果你已經輸得很厲害 指數年初至今 就跌了一成多左右 你的倉是輸得兩成半以上 或者兩成甚至兩成半以上 那就真的需要集廠 分清楚自己是甚麼狀況 甚至如果年初至今 你不用輸的 都是贏少少 輸少少 但跑贏的事很多 這些才有條件做以不變應萬變 我們剛才說 拿著那些方量 要全部收拾 如果拿正 阿甘甘說的902、991 這些火電股 今天又再彈上來 這些就不用怕了 拿著 拿著這些 你都還可以以不變應萬變 但問題 我覺得看看你甚麼情況 如果你在說 你全都進去 或者你今年只買一些強勢股份 你都還可以以不變應萬變 但如果你在分散投資 你在說其他股份很弱的時候 可能這些股份都要幫忙 去抵抵利 然後減低風險 但是你減這些股份的時候 同樣是那些弱勢股份 譬如你拿著阿里巴巴也好 騰訊也好 美團也好 按普拉塔這樣去減 純粹就是減低整體持倉比例在上面 好過到時候 這些股份一旦開始追跌 或者開始有些獲利回套的情況 小心點 所以你說這個市況上面 我真的沒有甚麼條件 你說去買東西的 你說突然間要去買902、991 那些小心點 我覺得其實你問我怎麼看 我覺得當資金 特別你見到這些股份升得比較急 大唐發跌 這兩天升得很多上力的時候 很明顯就是整個板塊 開始升到沒有什麼好勝 開始連991 那些傳統火電991 1071那些 都開始飆升上去 做成一個美水心態 什麼時候回馬槍出來 不知道 但是出回馬槍的時候 你要小心 不要說跌的時候 機會來了 很多人都見到 升的時候不敢追 就是沒有想到你現在吃烏骨 開始跌的時候 你不要抱你的心態 所以怎麼看 我只能說 如果你真的還有多餘的錢 在這個市況上 這麼厲害的 還有興趣這些位置入市 你是在入902 1991這些 但是這些位置入 我都預了下場 不會落貫 那純粹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 買這些 可能會比騰訊 那樣的意思 但是你說 那不如一動不如一靜 所以這些市況其實我真的 我覺得 下年其實是的 但是問題就是 分散投資 你才是 按照你已經有這些股份 我們覺得如果你沒有貨 在新的話 都不會在這些位置做 做馬鈕部署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你說是怎麼偷 都是以減次為主 909啊 這些傳統火電股 或者新浪源股份上面 你都預料了 如果市況再差下去 它的指數就是23000 都失手買 它都有條件跟跌的 但是問題就是在跌幅上面 可能一兩天會追跌很多 但是整體的中線跌幅上面 可能跌得沒有那麼誇張 但是問題一眼追跌的時候 你看比亞迪這段時間都是一樣的 一樣可以跌很多下來 所以你要分清楚 究竟你自己在什麼位置買 你選擇坐下去 你能不能夠成監到 這麼大的風險在那裡 所以我覺得這一刻 要評估一下 自己究竟在股市上面 做部署是抱著什麼心態 如果你說拿著比亞迪那些 好像金金那樣 你都可以的 你都可以的 短線來講 你再回落去 分散投資的好處 分散了投資 你本身本不多 你現在又落到240多元 你都有條件繼續坐著 你不會覺得傷的 你不會覺得不開心的 這樣OK的 比亞迪我們都不敢確認 萬元住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Tesla散水 比亞迪落到200元這些水平 到時止泄你會覺得很傷的 那就真的很難搞 所以比亞迪其實你講 我們都講昨天的低位 穿了應該要止泄 這些市況都是以止泄為主 穿了位 就當是一個止泄機會 騰訊你440元 你又不肯止泄 我們講的例子 為什麼用騰訊上來講 就是多人留意 那個道理就是這樣的 你穿4040元不止泄 當然有機會夾上去 我們經常都說止完泄 有機會夾上去 但問題夾上去又怎樣 代不代表我們去買飯 假設市真是軟勢 起碼買東西會順很多 相反這些市況上 你現在做部署上 減遲止泄 多數都是以你的重倉 你炸得不夠多現金 你坐的市場 坐得不舒服為主 就像Bianca這樣說 不開心了一整年 剛剛我們就是講 你不開心可能主要原因 你第一方面重倉 你就先減遲一點 今年不開心 我最怕的狀況是 下年也未必是好 剛剛講的一件事 就是整個2021年 港股在全球股市裏面最差 一個地方股市要由最差變到最好 很難 是很難的事 可能整粹循迴 可能走一個cycle 可能兩至三年計都不出奇 譬如很多人猜 下年美股會下跌 你猜真的美股下跌的時候 港股一樣不用下跌 所以有些人猜 含止下到萬九點 指數下到萬九點 你可能在NPF上面 都是輸多十幾個%左右 過股 你覺得 簡單來說 行止下到萬九點 你猜騰騰術真的只有四百元那麼少嗎 所以問題就是這樣 所以短線來說 我覺得這一刻最主要就是 你衡量持創風險 真的不舒服 短線來說 你就不是想報仇 我們都在講 你如果用整年時間輸 就不會用下年一年時間內報仇 這些是一些很厲害 很強勁的表現在那裡 因為你有整個投資習慣改變 但是短炒短線一定是難 所以暫時短期來說 我都覺得市道 通話要說 Hello Tony Eric 你好 先回答了Eric Eric他想問 美股Tesla 700元有貨 和MVID-A294 我自己本身就不主張炒美股 你問我美股怎樣 我一律建議你 你700元Tesla 有貨又好 Andivia 高位 294元是否高位 我不記得了 假設你講美股這些 即是最當炒的那些 你問我的話 多大 你先拿一拿資料 特別是你沒有什麼想法 你先吃了 你先吃了 你講的 比跌下去那段時間 你又問怎麼辦 問題就是 Andivia 高位高一點有貨 Tesla又低水平有貨 如果你這些位置 想著Tesla放多一會 Andivia又斬了去 最後一堆沉落你 你最後Tesla 我覺得現在的姿勢 在整個創位上 Tesla和Andivia 都在講一些很強的概念 但炒了很久了 短線煤那段時間 你肯不肯走 現在不是說 純粹馬斯克 Elon Mark 賣股份 所以股價跌下來 你看整個市場 市寬上面 現在在講聯儲局退市 科技股有個調整 有因在 所以不是本身 單一兩個自身問題 在整個氣氛上 你要想一下 你繼續看下去的時候 你繼續拿下去的時候 那個概念是什麼 所以你問我的主張 如果你問美股還是怎樣看的話 一律建議走 最簡單 特別你講 這個不是我的cover開 我沒有推介開Tesla 很多時候大家都是這樣 有些股份我沒有推介開 你還有虎息 我一律建議你有錢落袋 就賺了先 至少跌下來的時候 你不用 我不用說那時候 為什麼沒有叫你走 所以你問我Andivia Tesla這些 我一定建議你走 是 留意參考一下 我們現在聽一下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吳小姐在 Hello吳小姐 你好 你好 加班主持 你好 你好 我其實都問過一下 1810 我想說 其實我不多 只有5千戶 不知道她在18元買 我想問Alan 現在她 現在究竟趁不用洩 丟掉了她 還是有她去擠呢 我看看 還是套演拿回少少少現金呢 好 還有700 可不可以溝貨呢 溝少少少呢 7000本身有貨 謝謝 7000 是 480 470 好的 小米先 Alan 18元有貨 5千元 要不要吃了一點點 我會整個兩個問題 一次就這樣回答 你不會 如果你突然間 小米又止洩 將錢搬到騰訊上面 我不是太過建議這樣走去做的 因為其實這一刻 我覺得應對股市 最主要就是在姿勢 持倉上面 需要增加多些現金比 真的有需要 你覺得是很重倉的 如果整個倉位上面 起碼是50%以上的錢 我覺得是有需要的 自放在52周低位上面 是不是23000很穩定 一定守得住 我真的不敢保證 萬一灑下去的時候 才想要扣貨 但無論小米又好 騰訊都好 都不主張扣貨為主 所以其實騰訊 我覺得 你如果說論穿位 騰訊今天才穿位 是比小米更加應該自洩 但你論基本因素上面 體法上面 我向來都知道小米比較差 但股價告訴你已經走了 所以現階段來說 我覺得兩者 我的想法都是以紫舌為主 你小米肯不肯拿回現金出來 正路策略上面 就是用52周低位來做紫舌 都輸了這麼多 不差再接近它 都是三毫子左右 17.8周這些位置做紫舌 那不穿 當它19元 那些位置走 這些是正路 但最怕大家反應得不夠快 這個要問自己 是不是真的能夠看到市 看得這麼貼 有沒有這麼快的反應 沒有的話 我就會回答你 這些位置就盡量拿回多些錢出來 特別從那些弱勢股上面 拿回一些錢出來 沒有壞的 特別是小米又不是說拿了很久 短線就不太適合出出入入 等市真是回穩 確認見底的時候 才會是入市自己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你肯止蝕 我覺得絕對是一件好事 是 吳小姐參考一下 最好止蝕了它 金金剛剛說到這堆股份 你今年沒有買過就厲害了 避開了 另外牛太郎就問 3323起動中 是不是可以走人了 現在你說體系的勢頭上 還是處於一個 其實短線看到內房股 普遍都有回穩的狀況 在衝敬基建 我們還有很多政策扶持 確保GDP沒有見底 但問題就是 除了這個因素之外 你亦都要留意 我們對於一些高槓桿的行業 還有很多嚴厲的措施 3323有一個問題 就是負債水平很高 純粹就是大成交推上來 所以如果你說3323 起動中 定是可以走人 有貨的 就定好止涉位 可能10天線這些位置 就是9.3 沒有什麼信心 沒有什麼信心 我們講的建議策略上 就是吃半樓盤 你講的減低整體成本 低位賣了 那就忙到 你問我最盡最盡 真的拿到8.9 8.60 你要我再望到10元樓上 行一個大聲浪 真的不容易這樣做 相反對我們最怕 就是彈道這些位置 隨時有機會掉頭向下 所以你問我這些位置 開始考慮食糊 我覺得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有重貨 就是吃半樓盤 如果少住的話 這些位置吃半樓盤 又沒有什麼味道 你就用一條10天線 來做一個止讚 或者止涉位 你問我 真的不太興趣 那牛太郎 你參考Ano的意見 另外也聽聽家庭公眾 電話線 電話旁邊 是否有陳小姐在這裡 Hello 陳小姐 你好 你好 想問什麼 我想問那個981 是 中心 有沒有貨 今天帶子跌 它都升 那能不能進去 沒有貨的想進去 就是過去三個交易日 上面它是21元 跌到去17.5元左右 這些位置 那些因素上面別人跌了 三四元 二十多個巴仙 今天逆市只能夠升幾多巴仙 百分之0.76 所以沒有任何意義的 純粹就是這段時間 它已經是充分反映過這些負面因素 但不代表遍底了 一定不是 你來未來買完它 真的突然間制裁 所以轉身不夠快 所以我覺得問題 如果你安心聽完你的想法 那個出發點 我們在說賣股票有個feel 沒有問題 但如果你的feel 純粹看到它今天不跌下去 那你想到就沒有想 我想短線來說中心 上不回20元樓上的 這個股份真的不會在考慮範圍裏 相反的這些股份 你看圖表上面 都穿了位置 很難猜底的 你如果看圖上面 這一刻 你真的可以有個很深的調整 980一定要小心 陳小姐你也參考一下 這一個要審慎少少的 另外繼續回答問題 Tony就說700都穿了底 如果入7500又行不行 沒有的 那你這些位置買7500 就是駁市2萬3也守不住 沒有說不行 夾到什麼位置 2萬4千5左右 2萬4千5左右 你就開淡倉 選擇去平手 你選擇在市貨52週低位上看淡 和一些很強勢的股份 在高位上你繼續去買 沒有分別的 有一定直播率在 但你預算了 隨時有機會被人夾 你講就算 我們經常都講熊市熊市 熊市是否等於買跌 我一定有錢賺 某程度可以說對一半 另外一半就是很容易被人夾 很容易好像昨天那樣 以為單日轉向 所以你的問題就是 如果你買7500這些位置開 我們覺得直播率 不算特別差 不算特別 好過你駁到2萬2千2那段時間 才走 你說還買7500 但是真的不多肉吃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入7500 我覺得什麼人會買7500 如果你經常整個貨在身上 你又不捨得走 買7500做對沖 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但如果你純粹單方面看探 這個就等於反轉 藤子圖一樣 浪高於浪 藤子又浪低於浪 當它打破了形態 7500 你說要輸 大約是5.5 這些位置失手了 那你就投降 但問題就是 你有沒有這樣的短線部署性 如果純粹那時升那段時間 你又不斷買升的東西 現在下跌 那你從中只會在波動市上面 不斷地做錯方向 所以你問我7500入 是不是真的可以 其實是可以的 但是自己要有個聲音 短線究竟發生什麼事 你短線搏一些東西 不斷地轉負面 就是搏下年的情況 比今年更加差 都不是說完全沒有可能 但我的感覺又不是這樣的 我覺得我的感覺反而是說 不如少做少錯吧 等市真在下跌到上下 開始穩定 開始有一個單的轉向狀況 或者不是單的轉向 或者市場明顯地 開始有些利好因素出來 才開始做部署 所以我比較主張 留多些現金 多於7500 免得兩邊都輸了 Tony 你想考一下 拿現金就比現在有7500 另外牛太郎說 你02331 可不可以紅一下它 所以短線 你說有很多東西看淡 你2331可不可以紅一下它 一定可以的 問題是你買一隻熊 收回價在什麼位置 有多少水位 自己計算一下 短線今天整支大陰竹 跌穿了 穿了玻璃交通道底部 可能落到80多元以下 絕對有機會 但問題就是短線 如果突然間一支陰竹 收窄了一條下影線出來 很尷尬的 所以你說如果你買 做紅證部署 或者你去看探 偏超級短線為主 你要理解發生什麼事 我覺得這些高股值股份 突然間要殺股值 絕對有誘因 我覺得短線你要去追股一些股份 這些直撥率 相對比较高 但是你可以做的策略 就是買一些比較遠一點的 收回價的控制 從駐馬上再控制風險 駁它不會出一條很大的下影線 如果你說今天那支陰竹 都起碼有0.618左右 那幅度在這裏 你不是大幅收窄的話 那你就駁下個星期穿位 到時候破了這個環境區間 起碼有76元這些位置股 短線就是這樣玩 但是你一夾起來的時候 你還要猶豫走不走 這樣就難玩了 所以短線你說 可不可以洪2331的話 OK的 整支陰竹這樣下來的時候 但是其實李寧 都是今年來講 一些比較強勢的辦法 但是市場真的很差 你現在去追股2331 669那些比較強勢 今天又有一支陰竹這樣倒塌下來 OK的我覺得這些位置這樣做 有很大的問題 跟之前說的買7500的狀況一樣 你預了有機會被人夾 夾的時候 你要懂得偷學 是的 那就留意一下 另外 Kevin想放一隻16號仔的事 他彈了一些數據 在廣州有兩單 Omicron 香港都可能有一單 通關無望 那麼就放16 是的 不是OK的 你說香港通關 你總是在市場找東西來放 OK的 但是16個圖好像又未見底 那你純粹是博一些政策混亂 短線 這些位置 自己看直播率又不是特別吸引 你說昨天又出了十字星 在那裏 今天連說昨天陰陽足那些位置 93元都未寸 你真的有興趣去潑的話 你小心點 我不知道你怎麼潑 用什麼方法 你買職業的那些 你又可能會輸時間值 可能輸人生播服 你如果買一些紅證的話 未必有太多肉食 你說是不是會出現 你想一下 你是不是要穿上次的政策底 是的 其實穿上次的陰竹這些位置 銀魚 本地地產股 或者說 本地地產股 或者豪島股 那些全部損失低位 那個勢是弱的 你去投資 現在的市場 其實你亂投資 總有機會賺到錢 但是問題就是 你怎樣去部署 這一刻我叫你投資 你會不會落到90元 這些位置 覺得有錢賺 OK的 那你就這樣做 但是問題就是 你總會被人夾的 這些位置 我自己覺得16號的直播率 不是太吸引 如果你看看 真是說本地地產行業 那你投資 就是理所當然 所以我覺得你做任何事情 你要有感覺的 如果你的感覺 你覺得本地的社區爆發 真是一拍不可收拾 你投資這些很合理 但是Omicron的事件上面 一旦淡化 你預料被人夾的 是不是需要這樣做 所以我不是很特別主張 投資一些已經 已知風險因素的東西 相反地剛剛講 在說2-3-3-1 那些我們未知發生物事 是 你現在純粹第一棍 我就跟風 除了2-3-3-1之外 剛剛還有6-6-9 之後還有6-6-1-8 這些 你這樣突然第一支 一支大陰燭去搓它 我覺得這樣做 有一定直播率 至少在說 你還可以搓第二 第三支 但是有些本身已經弱勢 好像16號 那些一段時間 我覺得 那個誘因不太大 如果你是主張Omicron這個事件上 疫情我向來都是偏好的 我還未去到超悲觀 所以我都不主張 這些位置看得太淡 但是的確這樣說 你看圖上面 16號是弱勢的 但是我想 自己想回自己要做的 你問我的意見 我這個有忠誠 Kelvin你自己參考吧 金金 好 九個八百夠定力 現在就不用怕了 另外金金想問 6-8-6-5 有什麼看法 福來特玻璃 6-8-6-5 比較硬正 我會好奇 就是它沒有信義光能 但當然主要有兩件事 第一方面信義光能 信義是自身的問題 第二方面就是 說信義光能今天做的事情 是市場很不敗的 其實不是好消息來的嗎 這個我們之後再說 看看有沒有說到 我們回答到問題 那16-8-6-5 我想也不會想的 光復玻璃我真的沒有什麼興趣 它是比較有個 很硬正 我們經常都在說 你看看今年整體 2021年都過了11個半月 這一刻你最適合不是 入市買的 是做檢討 想想這些股份的整體表現 然後6-8-6-5 你看到2021年是跑贏的 不止 OK的 你會比9-6-8-5好很多 但那個行業我不買的 我經常都擔心光復玻璃 始終在說 是有個很大產能過剩的風險 今年避得過而已 下年可能還會有 所以我戒心蟲 但6-8-6-5不是最碎的 但是9-6-8-6-5 你又看到擺明是真的差很多的了 原因就是今天 看看你用什麼角度去看這件事 那一個角度就是 跟信義玻璃做多晶龜 你說太陽能力做多晶龜 是人差跡腳下去 都當是一個利好因素 我從來不會用這樣的角度去看股市 就是說你差跡腳下去 想一下為什麼他要差跡腳下去 可能他要看好那個行業 但問題是你自身的業務已經搞得不太好 你自身的業務都不太好 走去搞其他東西 你背後只有兩個可能性的東西 一是過幅玻璃很難做 唯有要做其他東西 第二就是說真的那個行業很厲害 那我去發展多些其他東西 但是問題第一方面就是 第二樣東西就是 你自己本身都不是特別好 你的股價今年都不是特別硬正 你還要走去搞其他東西 其他股東一定不擺 那第二方面就是 市場就會向第一樣東西想 那這樣就大了 還有現在說多晶龜 很多時候是龍基大頭減價 你自己本身已經是一個產能過剩的行業 你再去參與另外一個產能過剩的行業 跌就好像理所當然 你唯一唯獨 就是可以說今天好像跌過六 跌得比較多 要不需要一成多這麼多 所以現在就有所收窄 但問題就是 因為代不代表 13元這些位置支持得很硬正 今年低位 10元這些位置 你不會有機會看到 所以我覺得這一刻 968還有貨的 都是以13個1號幾這些位置 做止洩壞 一穿你就走了 但是你走去買 或者走去看好 我一定不建議 我想光復板塊 整個產業鏈上面 最後去考慮 一定是光復玻璃 那些棕油 相關於行業上面 我比較偏好 喜歡買些什麼 發電那一堆 為什麼 我都講到滿 就是炭中和那些 炭交易那些因素 你買發電那些 所以你講信義系上面 三百六百 相對地已經是比較硬 你看圖上面 都是硬正一點 當然年初至今 都是跑了 可能真的講了信義系本身的問題 但是短線 我想信義系上面 你都抱緊一些戒心 如果你是三百六百 的話 四元這位置穿了 你都要害怕 是的 金金都答得很詳盡 你可以參考一下 是的 牛太郎都可以參考一下 安奴的意見 都麻煩安奴的分析 我們去到這個市況 其實都沒有什麼 可以再說 我們覺得 其實我們這樣說 整個2021年分了勝負 你要推薦我們OK的東西 有很多東西由好轉翻差 那些航運股 吞銀元股 整個2021年表現都OK 但是你說 這些位置代不代表 長遠繼續OK下去 真的不止 我們做了 展望就不會有的了 但是我們得出的結論 就是你接下來 2022年可以買的東西 跟2021年幾乎差不多 一個市其實沒有太大變化 純粹就是政策層面上面 衰的繼續稅 複辭的繼續複辭 但是市寬是不斷地收窄 所以市我只能說越來越難玩 所以如果我很好奇 就是當你在這個市況上面 還有條件繼續去買東西 究竟你是說 今年真的可以 逆市做法很好 還是不會輸 所以暫時來說 我們覺得多數 都是意見減此為主的 是 是 我會想就是拿多些現金 讓市匯賺回一點 很多人會覺得 喂 去到兩萬三才走來止複 沒什麼所謂的 我們其實 就是開一些月線圖 跟大家說 我們做部署 很多時候 從來都不是低位上做部署 是 你開一些月線圖 我開到最盡的那些時間 你在說行指 我們拉到真的比較長 就像你講 海嘯 有多少人會在這些位置做部署 很多都是兩萬點開始這些位置 才來做部署 這些位置會買得舒服很多 當然這些升浪的時候 你會升得賺很多 但是你永遠都是趕見底 回升那一下 什麼時候才開始去鼓底 你不知道 所以你沒有可能在月線圖上面 穿了軍線 甚至畫上升軌 所以我們就是在說 2021年港股很差 代不代表2022年很好 你看月線圖 其實不是 可能2021年才開始 真是步入一個真正的紅市 進行差 所以你可以之後是可以再差 是 2022年很多人都猜 很多聯儲局 不同的地方貨幣政策機會收緊 A股近期來說 見到降準 市場覺得內地的貨幣政策 不是太過寬鬆 真的可以不太過緊 你想想如果CPI 跟著升到上去3%流上 Story又調轉 所以你講港股 這些位置 真是看好的直播率 是很不吸引 所以我們覺得 收多些現金 等市場回調完之後 找下一次的機會 而下一次的機會 不會是短短一兩個月內發生 所以我們覺得勝負二分 整個2021年 跌了這麼多落力 如果你都還能夠 可以跑贏市 有錢賺 代了錢落袋 相反你輸多很多 你想去報仇 我怕你只是越報越傷 所以這些位置 只是想cut loss 你不會再想投放新資金下去 什麼時候投放新資金下去 除非短線能夠見底 然後上回到2萬5樓上 2萬4千5樓上 才開始再玩一個鼓底遊戲 起碼那些位置 我開始去鼓底 會鼓得舒服一點 所以短線 我也不知道這次可以有什麼說 當我研究一下 紅市上面究竟有什麼 可能真的像牛頭 找些東西去沽一下 再說一下 再發人心醒一點 阿諾剛剛做了一個小總結 都很詳盡 大家都可以參考這個意見 沒辦法 事比較弱一點 時間差不多了 跟阿諾你申報了 剛才提到的股份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 謝謝你 這個環節時間差不多了 待會回來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待會見